看到嫌犯直身来取车 埋伏现场的远警 一勇而上歹人 没想到警方破窗喝斥 凶悍的犯嫌 不顾真房车挡在前方 竟开车狂冲 猛撞停车场车辆 想要用撞的撞出去 真房车死命挡 嫌犯就继续前后撸 四辆民众的车惨被撞烂 警方就怕他会波及 无辜路人 立刻猛轰三枪吓阻他 没想到嫌犯豁出去了 埋头撞撞撞 警匪对峙了好一阵子 最后依旧被对方开车逃逸 曾经嫌犯从桃园逃到三峡 警方沿路追查 终于堵到人 立刻把人拖下车压制逮捕 还从车内起货 安非他命及吸食器 嫌犯车辆撞到凹陷 保险杆断裂 轮胎喷飞 车床破碎 正房车也惨不忍睹 车头破了个大洞 警方大阵仗歹人 全因为他是名 恨行新北的娃娃机大道 41岁 曾经犯嫌 专条深夜潜入店内 敲开对壁机 挖走零钱箱 近三个月 起码得手20件 不乏所得至少30万 全案依切到防卫公务 毒品违爱防治条例 及回生等案 写受并向检察官申请击押 被警方围剿轰三枪 还拒捕梦撞狂逃 凶悍的娃娃机大道 这下还是宅了 记得一位林黄玉兰 新闻市报道